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各位這個 我們師兄姐 大家這個午安 今天是這個 武德真心第二獎 一樣是這個 這個學期 安樂同學又要來跟大家做第二次的 分組報告 那麼 第一獎有來過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那蠻多喔 好 那這樣可能會比較好講 比較連貫一點 好 那麼小弟 現在就來開始 大家都有拿到這個 我們老師的禮物 我們上頭的共同的老師的禮物 因為這一獎上次跟大家報告說 因為其實他 二四章 第二章 第四章 他在講什麼 講二五八 二是什麼 二就是陰跟陽 五是什麼 五是五行 那八是八卦 所以你這個二跟五 最後把它融合起來 變成這個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第二章的一個重點 八卦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個現在每一獎好像 老闆都會有一個 這個課前提示 本來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我也不覺得說 他好像會一張一張 照著講 因為他說十張要分七講 所以我猜他可能有一個規劃 所以他就講到哪 我就跟著投影片做到哪這樣 八月初九日的時候 大概一個多月 這兩個月前 他就說這個 反正老闆就很高興 就是說我們這樣 我們來講這個 可以讓大家也開智慧 那也讓我們的五賣 五德這一賣來去拓展 那一次就交代說 要準備五色的甘甜的東西 來表彰五光 來表彰五色 那要賜給眾五門生 所以說講到這個五光五色 我大概就知道 他要希望我們講第二章 第四章 因為這都有講到這個五行 五行八卦的部分 所以說我跟他確認一下 是要講這個沒有錯 那麼不然本來的設計 因為大家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這個內容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 學武的一個心法 在講這個如何去調氣 一般大家如果看什麼佛教的經典 比較沒有人在跟你講這個 在練身體 所以我們這個五門的這個經典 真的很特別 那我本來是想說 這一次我們開放的人數少一點 讓師姐來去代 代說大家怎麼去調這個氣 就是前兩句 精通八卦力 文體性相比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就是我的真經的第二章 精武文 第四章 武德現經 那 講這個五方五色五藏 跟我們人 人生的一個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 258 陰陽五行到八卦 那麼第二章開宗明義 前兩句精通八卦力 文體性相比 這個每一章 就是都會有開頭兩句 讓你要解釋半天 因為八卦大家 就是說不太懂 也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但是為什麼精通八卦力 可以文體性相比 這個八卦跟體還有氣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老闆講一句話 我們就要補到要死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結構 也會跟上一次有點類似 我們會發非常多的時間 在解釋 貫穿這個的一個元素 最後再留十分鐘來怎麼樣 講解這個古文觀止 古文部習班 所以我先把這個概念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說 為什麼精通八卦力 可以文體性相比 那白話就是說 你如果對八卦之理 你很通小 那你運行在你 照著這個法則 你去運你的氣 你就可以生出祥瑞之氣 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 那麼精通八卦力 這個八卦力 講到八卦 大家都會想到易經 但是八卦力跟易力 到底一不一樣 各位不太一樣 那八卦力跟易力是不一樣 其實八卦 非常簡單的就是只有八個卦 我在六七千年前的時候 我們這個上古這個帝王福西寺 他根據他對天體天象四季的觀察 他用了一個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話講 叫二敬衛的符號 來去做一個紀錄 用二敬衛的一個代碼 來去做一個紀錄 他用這個三個窯 他用陰陽陰陽陰陽 來去做一個紀錄 所以他創了史創了一個八卦 我們講說八卦力 我們要先知道八卦 我們現在看著說這個易經 周易 他其實是福西制定八卦之後 三千年後 文王在八卦的基礎上 他把這三搖的八卦 再去疊 兩兩相疊 疊出八八六十四卦 這個八八六十四卦 後來普遍被用在什麼 占卜 補式 八個卦比較難以表彰 或者是說表彰人生的各種情境 大家有沒有在宮裡抽過籤 基本上可能都多少有抽過籤 我們那個籤 我們這個籤有幾個結果 我們宮裡的系統是用雷雨100 其實有好幾個系統 千世有幾個系統 最少的有64種 那也有81的 那我們宮用的是這個雷雨100的系統 就是說基本上你要有 要幾十種 因為人生各種境界 或者說各種運勢 沒辦法單獨 單單用八種來表彰 所以說這個文王就在八卦的基礎上 他八成八 他演出了64卦 用這個每個卦 他表彰的這個意象 他去寫了這個卦詞 那大家知道說一個卦 等一下我們會講 一個卦的結構會有六個窯 所以他這個64卦在層上六個窯 總共會有384個窯 所以他每一個窯 他會寫一句窯詞 每一個卦他會寫一個卦詞 所以這個卦詞跟窯詞加起來 這個叫什麼 易經 這就叫易經 所以易經其實是這64卦的卦詞 跟他一根一根的解釋 因為我每一個卦有六個窯 象徵我這個事件我有六個階段 我把這個六個階段 再跟你用一句詩文來跟你解釋 跟我們窯詞的結構有點類似 所以說 這個卦詞跟窯詞 合起來這叫易經 那易經這個是 其實我們講說四書五經 講五經 易書 十里 春秋 頂多再加月經變六經 想十三經 你想五經 六經 十三經 白天看的都是我們易經 所以說這個 這個算是中國非常 中華文化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 福西在福西創八卦之後 是過了三千年 往往才又演出這64卦 事實上夏商周 中間經過夏商周三代 每一代都有這樣的一個類似的著作 那只不過夏代跟商代 夏代的好像叫連山 商代的叫龜藏 這兩部都已經亡師了 他只是說後來好像這幾十年 又有出土什麼的舊本 不過現在大家所稱的易 易經都是以周易為主 好 那麼文王再過六百年 到我們孔夫子的時代 那因為其實這個我們去看這個 易經的這個詞句 其實現在看還是覺得很艱深 那所以孔子那個時候在講解易經的時候 他其實大家知道我們孔子 是後面那一位 小鴻 來跟大家揮手一下 是同業 就是說大家知道孔子數而不做 這個論語不是孔子做的 是各位同學們 比方說上面有老師在講解 下面同學們做的筆記 所以說這個筆記 這本筆記後來變得很值錢 變成一個經典 所以在孔子他在那個年代 他去解說這個卦 他後來被地址技術整理 變成十部另外的小經典 其實就是跟 後來跟這個周易附在一起 他就這樣輔助周易的翅膀一樣 就變這十部經典合稱什麼 石藝 有段傳 相傳 文言什麼 他會去解釋這個卦詞 解釋謠詞 還有針對卦象 還有針對易經通論 總之孔子他在這些 孔老師在講的這個 這個上課講的內容 被整理成這個 依據卦詞謠詞的內容 來去整理成十部經典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的 其實我們生活中很多 包括用語 包括說這個有些風俗 其實很多東西都出自於易經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包括我們說 照畫弄人 照畫照畫 這個照跟畫都出自於易 包括我們說這個滿腹經倫 這個人滿腹經倫 經倫這兩字也是出自於易經 還有我們說這個 我們這個六四卦低卦 錢卦天行賤 君子自強不息 君子以自強不息 所以這個自強不息 不是禍元甲講 是我們易經講 所以它其實影響我們這個 中國非常的深遠 所以這個易 我這邊總結一下 易就是說 易這本書 它就是推天到隱民人士的 這很重要 基本上我從觀察天體 觀察世紀的這個運行 觀察這個自然景象的變化 我拿來最後做成什麼 做成這六十四種結果 讓歸納人士的 比方說人跟人的互動 人的境遇 我把它歸結成這些結果 最後我寫成六十四卦 我把它寫成一本書叫易 所以說這就是易經 所以這邊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周易跟八卦禮 八卦禮沒有這麼的複雜 易經 小時候就知道說易經沒那麼容易 易這個字 上日下月 有沒有你看這個字型 上面是陽下面是陰 所以它基本上 它在講陰陽也是很清楚 表現在這個字型上 那易同時它也是變化 所以易經它是一直在講人生變化 自然界的變化的一步點擊 所以說現存 因為三億裡面只存周易 周易就變成了 我們說重金之首 大道之源 那它影響深遠影響到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要講的 它影響到中醫的中醫學的理論 因為小T也不是這個相關背景 只能就這樣的整理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為了解這個經文 做一點這個小小的整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八卦禮 你要精通八卦禮 所以不要覺得很恐怖 我是不是要把整本易經看完 我才能來文體先上去 這樣會都發去 所以八卦是什麼 八卦就是最下面這八個卦而已 它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左邊 這個大家都會背的 太極生什麼 生兩儀 就是說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當初第一章在講 完樹堅宅 盤過凱天淑天的 混沌之氣 後來就分成陰陽乾坤 對不對 所以有分陽儀跟陰儀 這個一根的 一根石心的 就是陽 然後中間有缺口的就是陰 這是我們最古早的 這個二禁衛代碼的一個 一個祭式的符號 那生兩儀 就分成陰陽兩種氣 然後青者 青者就上行成了天 濁者就變成了什麼 就變成了地 它在表彰這個過程 再疊一根是什麼 兩儀生四項 二乘二就會變成有四種結果 兩儀生四項 從上面那個圖怎麼看 就上面那個白色的 有沒有 白色的這一團叫什麼 就是白色這一團裡面 是不是有個黑點 那黑中是不是也有一個白點 這個製陽裡面也有一點陰 那製陰裡面也是有一點陽 這個可以類比什麼 四季啊 像我們這個全白全陽的 一定是象徵哪一個季節 最熱的啊 夏季對不對 但是靠近夏當中呢 又有一點涼爽 那是什麼季節 春季 就是春季 那同樣的 最黑的這整塊是象徵什麼 最陰的是什麼季節 冬 冬季 那冬裡面 還沒完全冬 有一點 還有一點這個陽 陽氣的 這是什麼季節 秋 所以它這個可以 是不是可以象徵四季 它也可以象徵一天的變化 你可以把這個純白象徵正五 從正五一直到完全黑夜的一個變化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以天體的運行 來表彰 用圖像來表彰 所以就分成了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這幾種 那所以它還是可以再繼續分化 再推演成更細 把它切割成更細的一個步驟 剛剛二的 已經我們贏到二的二次方了 現在我們要講二的三次方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 緊通八卦力 剛剛上面的這個四個 又可以再往下繼續再延伸 再疊一個卦 再疊一個陰陽 就變二的三次方 這就是我們 目前大家熟知的一個八卦 有乾坤 有對 黎 正 遜 坎 更 以前有一個口訣 前三連混六段 然後正 正好像這樣有一個容器狀 正養於更 反正有一個口訣教你怎麼畫 所以就形成我們現在這個八卦 好 這樣往下 所以說我們這個要講 等一下要講卦跟窯 所以我們這個組成卦的基本單位就是 這窯 就是這一根線 它中間有沒有斷 時星跟空星 有陽窯跟陰窯 那卦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今天這個就是 這個才是我們要講的中心 我們要講的這八個卦 前對黎正遜坎更坤 那再來就是說 周易的話 他就是把兩個卦再兩兩重疊 八八六十四卦 我這邊舉 放不下就舉三個 他這邊舉的第一個叫太卦 他前一個是什麼 匹卦 所以大家都有聽過一個成語叫什麼 匹吉太來 所以真的影響我們生活非常的深遠 那在數位的世界裡 他知道說二的三次方 他資訊量就只有八 可是你如果把這個八卦 其實他有很多種方式可以 可以表彰更多的資訊 第一個就是說 我把它排出來 我排的相對位置 我排的方位 它也有意義 像我們如果有學八卦 有學命理的 都知道有這個先天 跟後天的八卦 他把這個八個卦排法順序不同 所以你順序 你的第一個就是說 他可以用來表彰什麼 表彰順序 然後可以表彰 表彰行進的方向 也可以表彰相對應的關係 誰跟誰對 誰跟誰對 會有一個性質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說 只要有個概念 因為我講這些是為了解釋什麼 解釋那兩句 精通 八卦理 文體 神聖基 各位我們八卦解釋快一半了 也就是我們這兩句解釋到快一半了 後面大概只剩100句了 我前面講到說 這個重點是什麼 這一講的重點是什麼 258 你八卦是從陰陽 再連成而來 那 基本上他就是 他就是結果 他就是 那我們又說五行是 這自然界的五 天地生成的五種要素 所以你這五種要素一定是 會跟這八種結果 息息相關 你一定要能夠把這五種要素分派到這八種結果 但你知道這個八不是五的倍數 所以你如果八卦要跟五行相結合 一定會有的 有的會有同屬性 像這個金的話 前卦跟對卦都屬金 像這個坤卦跟更卦都屬土 所以如果你八卦要跟五行結合的話 會有一些卦是會重疊的 他才會有重複的五行 這是必然 各位這是必然 那等一下我們 大家都讀過五的真經 沒有讀過五的真經 其實也都知道說 這價義重方法 旁邊上南方會 大家都知道五行會對什麼 五方跟五色 但我們真經裡面沒有講五色 所以但是沒有關係 五財公經有補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講五行跟五方好了 五行跟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八卦要跟五行 他的一個關聯 從張圖大家知道說 這個八卦每一個卦 他各有對應五行的一種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再跟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講說 文體先上去 那五行又跟人體的五臟 又跟人體的經絡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切入這個問題 來往下 切入問題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Google 你如果各位 你如果Google說八卦五行跟氣 會先跑出什麼 各位會先跑出 八卦五行養生氣功班 大家覺得這很有趣 但是事實上表示說 基本上八卦五行跟氣 他一定有一個連結 不然他這個粉專就不存在了 好那我大概跟各位報告一下 八卦五行 接下來要怎麼跟人體來結合 其實在原本周易他就有寫 他說這個八個卦有對應人體 我們先講外部 從外講到內 他人體有對應 他這八個卦有對應人的八個部位 前為頭 昆就是肚子 腹 正為足 迅為骨 骨是什麼 就卡繩了 那坎為耳 黎為木 更為首 對為口 這個是相對於外部的 外部的表徵 好再往下 事實上 我一個表吧 其實大家如果 如果有這個表 我就不會有這麼多困惑 基本上八卦 被拿來對應的有這些東西 我剛剛說其實八卦 他的資訊之所以沒有只有八 他是因為說他排列的方式 他跟誰對 他在什麼位置 他是什麼順序來排 他都可以在額外 再帶有其他的資訊 所以剛剛講的先天掛數 後天掛數 像這個和圖跟洛書 就是大家有聽過 他都是以這些數字的 這些加減運算 來做一些變化 這個太深了 我也搞不懂 我就不講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老闆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說他跟這個 跟這個人的人體 從外部一直到脏腑 到我們走的經絡都有對應 因為大家知道說 中醫的理論其實就是五行的理論 你這個五臟就會對應這個五行 你肝就是屬木 心就是屬火 胃就是屬土 那所以說 你八卦可以對五行 八卦就一定可以對脏腑 所以說我就把這個脏腑 對給大家看 把這個表給整理出來 好 那這樣對起來之後 就要開始講這兩句的結論 那我們來慢慢逼近這個結論 往下 好 那既然可以 可以這個對應到人體 那我們講說八卦它有一個 基本上它有一個對應的關係 它有一個行徑的關係 誰在先 誰在後 那這就可以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經絡 人體氣血在走 那人有幾條經絡 12條經絡 我們說三陽三陰 然後再乘以手跟腳 6乘以2就是12條經絡這樣 好 那這個經絡 等一下我們會講 也跟這個八卦可以對應上 往下 這邊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八卦跟脏腑經絡有一個關聯 我這邊引用了黃帝內經有一句話 那個是比較後面的章節 在講說 因為大家知道黃帝內經 都是一個問答的形式 黃帝問齊伯 齊伯就答 黃帝有一些身體或醫藥 醫理上的問題問齊伯 齊伯就回答這樣 然後黃帝就問說 太因陽明為表裡 脾胃賣也 生病而易者何也 那意思就是說 足太因皮經 這是一條經脈 跟足陽明為經 一個是皮的脈 一個是胃的脈 他們明明是互為表裡 那為什麼產生病症是不同 我不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只是要說 所以太因陽明為表裡 皮跟胃怎麼樣 互為對應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胃是多少 漆 就是更 就在這裡 然後 皮是什麼 八寬 就是有對應到 所以說 它八寬也是可以 跟 跟我們這個醫藥理 這個脹腹的對應 經絡的對應 經絡的對應 是有吻合的 所以 我只要找到這個對應的關係 因為有 大家知道說 要學這個 中醫理論 這個是又更 更複雜的一個系統 這個人體不比天體 這個更複雜 所以 其實有一個方 有一種情境說 我可以不用 學這麼複雜的醫理 我只要知道 仿這個天體的運行 我精通八寬理 是不是有機會來 運體聲響器 再往下 快快 快逼近了 所以說 他們這個有一個 十二經絡 跟八寬的一個對應 再往下 八寬還有十二經絡 跟 就七經八脈 跟八寬的一個對應 再往下 所以說 結論大概就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是 我們到家在講說 氣的運行 一種方式 小周天 這個是 我們 大家看到兩個字 認督 一個在胸前 一個在背後 這是兩條 一個前面的脈 一個後面的脈 那小周天是怎麼走 從這樣走 繞過你的背後 這樣一圈 這樣叫小周天 為什麼叫小周天 小周天就是說 日月變換一輪 就是過一天 地球自轉一周 叫小周天 這樣就 用現在的話 反而比較容易懂 地球自轉一周 那氣 你看 氣在你這邊 跑了一周 這我們叫小周天 所以他是前後這樣跑 李時珍在奇經八脈 裡面他就講說 他說任督二脈 就好像人體的直五線一樣 所以說他是砍梨水火交構之鄉 有沒有八卦來了 所以砍 砍是什麼 砍是水 梨是火 你讓水火這樣交融相繼 然後心腎會相交 你如果學中醫的人 看到武德真經 水火在最多 他就知道 在講心腎相交 可是你又沒學中醫 但你如果學過八卦 你可能也可以悟到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後面有講 水火在最多 有一種方式就是 我不用學中醫 我也不用學八卦 這就是我上次要講的 第三種方式 因為我那時候在看這小周天的圖 就發現說 因為他知道我有這個靜坐的習慣 但我靜坐旁邊都需要有師父跟著 就是我會叫師姐帶我去那個內殿 去靜坐 那我就發現說 其實師姐可能沒有看過八卦的書 他可能沒有精通八卦力 他也沒有學過中醫 現在有在學 但是他會告訴你說氣要怎麼走 吸到哪裡 然後再往哪裡跑 他會用這個小學二年級也可以了解的語言 教你氣怎麼吐那 然後最後跑到哪裡 然後最後從哪裡出來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講 所以基本上 種種方式都是要講說 教你怎麼讓氣運行周深 因為這有 等一下會講這有一個極大的一個 的作用 極大的好處 所以說這個 我們講說 他這個運行 他這個氣的運行 基本上 都跟這個 也是不離掛 再往下 剛剛講的是這個前後的周深運動 那我們中醫裡面也有講說這個氣要怎麼樣 叫左升右降 這樣才順著五行 叫左升右降 然後你如果看 這個又太深了 因為我看 你如果看很多這種醫學的書 他 他這中間就會畫一個太極 然後就開始一些掛位出來 往下 大概就 他會這樣 他會把這個 又跟掛扯上關係 但是這我就看不到 對不起 這我真的看不到 但是我 我只是要讓大家大概知道說 基本上你如果 掌握到這個對應的關係 相對應的關係 掛跟掛 相對應的關係 要運行的 法則 事實上 這跟氣在人體內跑的 一個方式一樣 再往下 所以說 剛剛 講這些 講這麼多 其實都是為了解釋那兩句 情通八卦裡 運替生相機 他這一張 前面都是在講 怎麼去運這個氣 怎麼去讓氣運行 所以說 我們以前看這個經文 如果你不知道八卦的人 你不知道 這幾句都是在講八卦 水灰頭 沒有人不知道這是五行 但是接下來 天茶坦坤化 三的 氣泡氣 水灰到上去 水灰到上去 這個都是剛剛講的那八個卦 水灰到上去 水灰到上去 天地 就是乾坤 雷锋 就是陣訓 三者 更對 水火離坎 所以其实他是在讲这 所以这几句意思是什么 第一句是五行 后面四句是什么 八卦 所以说你照着这个法则 照着这个法则运行 你可以升起 你可以把气给生出来 贯通你全身会充满生气 全身会布满真灵 好 往下 所以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第二章 其实是真的是 又在讲运气 运行孙欢喜 调理于总乎 那你运气要干什么 就是调理丈夫 像师姐 师姐常常会跟身边的人讲说 因为师姐我观察 这个是一个作息 急不正常的人 就是说急不健康的人 然后就是常常日夜颠倒 但是他身体又特别的健康 他也有一套调习的方法 就是 比方说有这种身体哪里不是 其实他都会很希望去教身边的人 就是怎么样把意念集中在 你觉得有出问题的丈夫 照他的说法 他都是以这种方式 那种也没担心 那你如果被什么被打了一枪被撞了 那个不是这种处理方式 那种就是说你内部丈夫有出了问题 其实基本上懂他们这种懂气的人 其实是这样去调节的 就是透过气的一直去通这个 没有疏通的部分 这个是不是师姐也要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境界 我只是说你气这样在循环 是的确是可以调理丈夫 那我们身边也的确有观察到这样的例子 所以说 来我肥实体 这个内就是讲这个气 外就是讲你的整个身体 就这样金光闪闪 仿佛好像充满金光一样 好 那么静气悠心悉了 宿上就不行 那他这个要讲什么 你气要沉浸 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心 这个对我们武德这一脉 其实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包括在内坛 有时候有的人是来问心帕 财神也会叫那个人要静心 要静心 你有被讲过吗 有 是不是 怎么正好点到一个被讲过的 其实他 他 像我们有一张叫静心腹 这个跟师姐聊过也才知道说 像我们不知道说要分极了 包括说这个刚要教会 其实师姐会发现说他自己 这个好像是灵 灵在墨背这个静心腹一遍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对有形的人 或是无形的灵来讲 好像都非常的重要 静心要做到什么 素雄十分 这个四象不是那个大象的象 不是两宜生四象的四象 这个四象是什么象 因为我背不起我还有贴一张小抄在这里 四象第一个就是阿特曼象 然后一个是补特茄罗象 萨头象跟智婆象 想要是在讲什么 这边有没有武德慈经护法团的成员 举手一下 QB 你为什么不敢举手 其实这就是金刚经里面的四象 人象 有我象 人象 众生象 受者象 刚刚讲的是梵文 梵文的翻译 所以你要做到什么 因为这四象是什么 四象是虚妄的象 不是实象 所以你要做到什么 虚妄的象都不生 这是你静的一个境界 然后经五 所以我都说这是一本武学秘籍 大家都不信 情母都一管 你要精通武学是要怎么样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全神贯注 然后起竅运咒声 然后气运行可以开你的竅 但我不知道开这个竅要做什么 这可能我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你这个练到 练就到一个境界 就会这个精气神都上来了 好 下一页 刚刚这个断句断的比较奇怪 武威在神贯在我配三公 就是说你按此要领了 而且你还要作息还要配合 我们以前老一辈的在讲到这个 都觉得这好像有点 这句好像乱写 因为三光者是什么 日月星 那怎么又日月又配日月星 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后来我们这样几个 我们这个分组讨论下去讨论 发现说这个日月讲的应该是时间 就是说你长期以来 日以继月 月以继日 日日月月 都要去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天体 配合这三光 配合这天体运行 所以学武它可以让身心安宁 然后面目会温和静平 那再来讲我们讲说 怒气不通惊 怒气不通惊 买流定不定 他说这个 他讲说控制你的这个情绪 控制你的怒气 因为他对这个经脉 其实是非常伤 怒气不通惊 第一个你经脉不通 而且你的脉会浮浮沉沉 不稳定 所以说 习武要先修心 习武要先修心 你会发现说 以前人家 有师兄问说 注意你没有发现说 你们这材心经 里面一个材质都没有 他们都没有材质 然后再来现在 他这个 他这个一直在讲说 学武 调气 这有多么的好 但是要学好有什么要件 你要定心 所以他告诉你说 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 但是你先要做到什么 不然他不会是叫经典 所以说心行灌一碗 这个跟刚刚前面呼应 来上一页 跟这个景目都一关 其实他意思是一样 好 再往下 好 那通气 李三胶 三胶 大家有没有学过什么八段井 什么双手托天理三胶 三胶是什么 我们西方医学叫胸腔腹腔 就是这个躯干里面的部分 胸腔腹腔 那在我们传统中医 就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上胶 中胶 下胶 所以你这个气通了 你这个胸腔腔腔里面 里面的东西都 都可以被调理到 他一直在跟你讲说 这个调这个气有多好 调这个气有 对你身体有多好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但是 但是就在后面 但是你要做到什么 好 再往下 但是 你要做到这些要有一些修为 苏黏仙 叔叔 欧欲再改改 求母生争气 做好那些伪母本情 基本上你要做到 你要心存善念 而且你要戒掉你的恶欲 才能求母生争气 你的血气才会通 好 所以这一张 为什么我说希望是师姐来带领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蛮着重 前面调气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课程 有一个系列结束之后 真的有兴趣 因为这个东西要 他不能一次太多人 因为我曾经在这样子的场合 这个就是 这也不知道这是一种共鸣还是共争 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人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 一个人有反应 可能要两个人去控制住 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一次太多人 这个等我们一系列课程完之后 看能不能来一次这样有趣的一个 算比较进阶的课程 好 那第二张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所以其实他基本上重点还是 他基本上就告诉你说 我这个练气很好 但是练气基本上你要先静心 静心对我们这个五门来讲 非常的重要 好 再往下 好 那再来我们就 进到第四章 目的现金 前面这个就是讲五行 这个东西到哪儿都一样 这个就是定义 改于重逢目 拼顶南逢会 五季 定用土 严心 施红金 丁轨 百方水 五行 李天爹 所以基本上他在讲说 金木水沃图五行 他的深刻关系 五行构成了天地 天地依照事实在更迭 这一页是定义 这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好讲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第一章 五的真经第一章 讲的一样 开头一样 他说宇宙是这个先天 原始先天之气来画 盘古分为 将它分为阴阳 才开始有天地的一个概念 下一页 企划心万坤 我们刚刚讲的八卦坤属地 属阴 那原始的氢气 上次有说世界的生成 原始的氢气上升 氢气上升为天 变成天上的这些界 无形的 那浊气就往下形成了地 那后来他开始讲演化 开始产生人类形成人士 虚中化无形实气化三千 氢气就往上 变成上界了 那死者就变成三千 大千世界 那这边很有趣 他讲说 因为人 我们人 人胎 我们这人出生 心都是偏一边 所以有处起属矣 这好像在讲说 人因为心在左侧 所以原本就有这个自私的一个原罪 就是会图立自己的一个原罪 好 往下 但是在这个上古眼镜的历史当中 产生了三位帝王 这姚舜宇 他说三皇的天下 在三皇的那个时代 那姚舜的那个天下 他行的是什么 这天下为公 这算蛮 蛮违背人性的 这不简单的一个修为 那一直到 他这边在讲历史的 讲历史的眼镜 滑下历史的一个眼镜 那么到这个咒亡 因为荒淫无道 所以这个各路 来起来反抗 我想讲一下说 因为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快进入这个 国文补习班的部分 所以比较有多 比较有多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像我们台湾比较缺少一种节目 就是考古类的节目 因为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所以最近在YouTube上看这个 因为看对岸的这个考古节目 他会讲到一些 因为其实商 就三代夏商周的历史 其实是除了大家知道的几本古籍 简略的记载外 其实是中断的 所以是到现代反而我们比比 比方说整个 我好像几千年 人所知的商代历史要多 为什么 因为挖到了非常多的甲骨 然后由这边去建构商代的一个历史 那商代其实有一个很可怕的习俗 就是人生 我们拜拜都要用三生 对吧 他们这个拜拜更加均衡 直接用人 比方说我今天有 我又做了 我今天做了总共两个小抄 刚刚那个是四项 现在有引述一段甲骨文 他这个是 因为甲骨文他记的都是补词 就是我这一次占卜的一个内容 真 就是占卜 金庚成细 用献小乘三十 小妾三十余父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要拜我妈妈了 不然来用小乘三十 小妾三十 是什么意思 我来杀三十个男的三十个女的 来拜我们老母 那我们查过殷商的甲骨文 他拜一拜 比如说我们三生一次 一只鸡而已 然后一块猪肉 然后鱼这样 他一次 就是我们看甲骨文记载 他就是说人生 一次没有少于五十个 就是我杀人来祭祀 没有 你如果说低于五十 那就没生意 所以说他们有这个 所以商 商这个 他其实是一个杀业造 非常重的朝代 因为光阴 在阴虚 这个算出土的 就是这种人生的遗骸 大概就有一万三千具 大家知道其实 谁去遗骸 因是商朝到后 后期到灭亡的国都 所以他之前可能遗骸过好几次 光阴这个地方 他挖出来的人生 遗骸大概一万三千具 这次要拜拜 我杀六十个 这次要拜拜 杀八十个 最多的 有 甲骨文记载 有到三百三十九人 我这次拜拜 这可能在破 所以他是一个杀业造很重的年代 那这些人哪里来的 其实那个时候是算邦国刚成立 他是有一个初步成型的邦国 但他周边还是有很多什么原始的什么 部落 那我们都称为邦国 所以在甲骨文里面常看到说 我今天去讨伐仁方 有一个部落叫仁 有一个讨伐仁方 所以说 那商会王国其实是 他跟仁方 超过上百年的一个争斗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 规模也不小的部落 然后常常会去 我在他东南方常常会去浸泛 会去 会去给人一下 不一定是为了生存 因为他也是 基本上有点规模的一个部落 所以大家知道说商陶 他哪来这么多人杀 基本上就是战俘是一个非常大的来源 那他有人生也有人训 人生是 你是战败的 你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你是就是拿来杀的 那人训是说 其实基本上你就是有地位的 你是小臣 你是可能服务王庭多久的人 现在谁死了 你也算蛮重要的 你也跟着一起去死好了 就叫人训 所以说 这些人生人训 这个都是一种杀业 所以商朝算也是一个杀戮蛮重 加上他 这数百年来都跟周边数百个方国在那边征战 其实死于这个 所以原始部落就是这样 在我们第一章讲了非常多 原始部落这些 为什么要演出文化 所以说 我讲说够落出英雄 这也不一定是英雄 基本上就是我跟商朝 征战这么久了 好不容易你今天要到东南方 讨伐这个人方 纵王的纵兵都到东南方去了 所以西边的州一来 商朝的主力都被移走了 基本上一级就崩溃了 所以周边的部落大家就跟着要造反 一吐恶气 所以说 这就是在讲那段历史 旧王彭佛堡落出英雄 杜菲如花勇来建均心 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伴传说的性质 就是说打几是女窝手画 希望说来匡政 这样已经被做完弄乱的一个乱世 要怎么样 中心思教伦 要让教化跟这个伦理 要再现 再滑下这个大地 这样 好 往下 好 所以 武翁定天下 风神英雄魂 这就是在讲这一段 算也是各路英雄群起 后来你不管是 为商战死 为州战死 很多人都在这个时期就封神 那这个断句有点 这个应该是在讲后面 六甲神丁来 九天险路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这个六丁六甲大家都听过 这个其实是九天旋旅的系统 所以说六甲神丁来 九天险路 基本上有 往下看 九天旋旅基本上它就是 它也是有点 有点算 这讲的可能有点争议 基本上出来大概就是 人间会有战祸 但是战祸过后可能人间 它这个战祸是为了什么 它是要让人间有道者去凭什么 人间无道者 所以说这样讲 这样讲没有解释清楚 所以主会有点争议说 哇 这九天险路 好像没好事 其实不是 它就是 好像 像这个 我们道教一些典籍 就会讲说 九天旋旅受皇帝 它是什么 有六甲 还有受给皇帝什么兵符 让他对持有之战可以怎么样 百战百胜 所以说 这个九天旋旅 其实它 它基本上跟商朝的始祖 跟商朝的诞生 其实也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说它基本上是 戴天宣命 以兵书战策受人间有道者 基本上它为什么要有这个战 要人间要自乱 把这个无道的都清一清 所以说它是 我们这个道家女性的一个兵家人物 所以说 这个在商王之后 下一次是 我们什么时候在传说典籍上 看到九天旋旅 就是在这个战国的时候 有这个传说说 九天旋旅驻越国来 来讨伐五国 所以它这个要进战国时代了 周之后 现在我们就进了这个春秋战国 全国风风起 丢台定科技 战国时代风云在起 所以说大家都各自为政 我们说各自为政 然后各自定自己的科企 我各自有各自的年表 而且战国时代 刚讲说商代已经是一个 杀业很重的一个年代 不好意思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就是战国时代 那么所以 你看战国 诸侯之间 也是连连 整个战国就是 为什么它叫战国 它就是 这个年代都是 大家在互相征伐 我今天 杀了你 我拿了两座城池 明天我又被吞了 几座城池 大家就是一直好像 就是争斗不休 所以在这个年代 基本上我们讲说 有一些典籍在讲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上古的 当然这是典籍或传说 上古人跟神的界限 比较没有这么明显 就是说大家会发现说 谁是哪个神的徒弟 谁跟谁还可以去拜访 周穆王还可以去拜访谁 上古的时候好像 这个世界业没有这么重 就是说人跟神的这个界限 其实它还是有可以 他们之间可以 好像还是可以沟通往来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 早就隔绝了 我们说轻者往上 左者会往下 我们这个界其实是一直在往下 我们这个界其实一直在往下 那战国可能是说 在我们经典里面 它是一个分界点 它是一个甚至沉沦的一个起始点 所以说 不修天地形 它也没有照天地运行的一个 一个鬼则 从山谎那时候的教化到现在 又人轮又荒废了 地红不安慰 其实你帝王也坐不安稳 一会被人家灭了 一会去灭了人家 所以其实也都 也都征战不休 美心再烟变 那么春秋战国时代 其实还是出了很多圣贤 很多 像孔孟 这都是这个时期的 水流星现出 那个好像是那个时代的围光一样 屋气难定清 整个大使在恶夺之气 难以澄清 这样 往下 就是说 世间就是弱肉强食 人生友好减 那时候就是整个 整个华夏大地都是在 等于是一个 常常有屠杀的一个炼狱 所以说 这个 这个界也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跟 我们跟上界 越离越远 万数不僑星 所以 生都燃上天 你要上天越来越难 不像以前 上古 怎么好像说 够一下就可以上去 聂音生不熟 台湾狗狗狗狗狗 输输求基生 完修夾不尽 其实到后面 都非常白话 在讲战国的这段历史 其实也不用特别解释 基本上大家都 互相结怨 互相结仇 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争夺 又好像回到原始社会一样 而且 我们输最不够 走不停 往下 因为这个 这次我去查了一些文献 这也蛮有趣 因为我会好奇 因为你战国到春秋末战国初 其实 那时候全世界的人口 大概在五六千万 我们华夏大帝人口占了快一半 占了一半 大概在三千万人左右 那经过这几百年的征战 一直到秦统一 中国灭了六国统一中国之后 你知道那时候少掉多少人 少掉一千三百万人左右 所以你想想看 等于是说有四成 43%的人被杀光了 被杀掉 你想想看 这是相当于我们台湾死了上千万人 你说一颗核弹可能还没有死这么多 所以说这个是 这真的是杀戮 杀业非常重的一个年代 我们以前看说 看这个历史文献很像白起 长平一役 坑杀什么赵军 什么几十万人 45万 那个都 他一生我们有帮他统计过 几大战役这样加起来 正好大概他屠杀过的人 大概就是一个人就上百万 所以你看他在秦国 这算战功算手工的将领 又是王的这个算阿姑 最后也是没有善终 这个在县世就已经那个了 这个是题外话了 所以说这个 在那个年代 生灵涂炭 生灵果脱炭 灵水不再欢 落脱在世风风如雨季街 热土在西方好像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个年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 这都是老板以他 他金物 刚刚前面有讲说 宿雄十不生 我们早年的这个 这个经典前面会有 武德真经前面会有一个序文 讲说这个 其实他会有蛮多佛教用语的 那 早年的序文都会说 这个是武才公金物 金刚波罗波罗蜜金 所以包括前面他会讲说四项 他会讲说 你不要让这个人相 我相人相 众生相受者相 不要让这些虚妄的相起来 他会有一些 他的说法 他的想法会有受这些去影响 然后体现在这个经文里 所以说 西方世界就好像跟你有隔阂 你去不了 所以用语他会 跟道教的典籍是会完全 不是同一个口径的 往下 这些帝王基本上他也没有这些人伦了 基本上整个战国 大家知道其实这些战国的这些王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周天子的诸侯 那时候哪还有这些 那个跟三国 三国时期 跟东汉末年已经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也没有什么 君臣间的一个人伦了 林宏 世兰伦 勃勃作为基 所以说 大家都一直在 大家做的这些 其实都会危及自己 所以说 林性不太累 梦心万心色 人性不会受礼教约束 所以说 欲念会充满心中 偏心行不正 道理是 所以老板说 我就说你们人心是偏的 所以做出来也都不正 所以做都做一些 不代理的 不道理的事情 就修行空翻 不修行自然 要叫你去修 所以说 这个好像圆木求鱼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不修反而是 这是常态的 不低心 偏偏不过理正正 所以说你不知道自己的心 其实有偏差 所以说你也 很难去体悟正道正理 所以说你要扪心自问 这样的心可以佩天 你这 为什么 他后面讲说 初心记不正 合一条五行 你这个心都不正了 怎么去调理五行 现在要把它贯通了 我这个 这个 练这个气很好 练这个气 你不懂人体经络 不懂中医理没关系 你只要去精通 这个五行八卦 你一样可以把身体调好 但是要有一个前提 你的心要正 你的心要正 才能正确的去调理这个气 所以又回来了 他又有跟前面呼应 初心记不正合一条某行 再往下 在人心仓皇不定的年代 就是都容易多猜疑多猜忌 对修道也没有信心 对悟道也没有用心 最后会产生什么 因为已经够白话 不太容易再用更多白话 来跟各位讲 所以 述我讲的跟内文也差不多 五行记不掉 不配天地去 所以你这个五行 心不正 没得到五行 没得到五行 你就没得接到 这天地去 所以说他告诉你 基本上他就希望说 告诉你这个很好 那你如果怎么样就不会好 所以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好 乱行买心心 远行不住在 那心神乱了 他讲说 继续讲这个后果 你如果心神都已经混乱了 那你的 乱行买心心 心神混乱原神 就是没有办法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阻宰你的原神 行公不充气 基本上你行公 你的气也不会顺畅 那行行乱顺天 上天海里书 走走无共情 书中不停止 所以说 基本上还在讲刚刚这个 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 伤天害理 始终无穷尽 一直在轮回不止 一直在恶性循环 一直在造这些恶业 好 再往下 我这边又在呼应了这个 我们这个挂礼 所以 暗世中 乱世中还是有围光 所以说 所以说 有一些圣贤 他就观天地 他讲从福西以来 在讲这些 依这个天 天体运行 制定挂象 一直到周代以降 义经 义礼 变成一个宝典之后 幸云乘乘乖 真的贤圣的王者 其实他会遵照这个义礼来行事 我跟这边再差点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 像我们这个牵师 我们这个牵师 比方说 他会跟你讲一个 他会跟你一首诗 一个情境 他其实会跟你讲一个结果 这一首签 对你求财 可能不利 他可能不是一个集签 他会告诉你结果 但是他不太能够告诉你 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看周易 周易其实他 他不管在匹 在匹这样子的挂 你好的挂 坏的挂 你会发现说 其实基本上他都有 在高处他要叫你要守城 要低调 要保守 在逆境 他也叫你要 比方说君子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去守城自己 要怎么样待机 基本上他会多一些告诉你说 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他会有一些心法 他会有一些心法 他会有一些哲理 但是我们的牵姐 只会告诉你说 以怎么样 不以怎么样 但是该怎么做 给你这个牵 好像就是给你这个结果 挂 挂这个东西 他有一个时空 你过了一个时空 我可能就换了一个情境 而且我每一个情境 我都有告诉你说 虽然我现在在这个情境 我有什么方法 我身为君子 我应该要怎么做 可以怎么样等待 等待下一次的什么样的机会 所以周易他其实是 相对传统寺庙的牵制系统 他是一个比较积极 他有一个奋进的一个鼓励 所以说 圣王行行为传传挂书 他不甘诅咒为 基本上照着这样子的一个 寻寻善诱 其实我终究可以走出一片天 求求有风险 所以圣王基本上 他基本上就是照着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规念 照着意理 照着这样的治理名言 我不敢用我自己的私心私欲 来去做这样子的 做判断 我尊尊挂书语 所以说 希望圣王 希望说照这样子 所 圣人所事所 所开示 我来 希望可以再为人间 带来什么 伦理中间 世界进代道 所以说他就是希望说 圣王他会希望 藉由他这样子的一个 恪守这个意理 他可以让人间再次 伦理重新建构世界来进大头 这一次的内文 因为这一次比较没有这么大的主题 其实要大也是说可以很大 因为八卦本身是一个非常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只是因为他是要讲说 如何去文化成功 所以说 这一次 讲的好像比较 我上次用了好像一个半小时 为了要讲这个天地生成 这次用了这个大概 只有一半的时间 所以说因为这一次的内容 的确也是比较偏白话 所以说也难怪财神爷 这个为了怕大家觉得 坐车就坐 坐要两点钟 然后只听了 所以又设计了这个小礼物 让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带回去 那所以第二讲 大概就是先讲到这边 因为这个实在是有偏比较白话 但是也是说把我所知的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至于第三讲 第三讲会是什么内容 其实我还要再跟我们班主任 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内坛有开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 安乐同学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您lig족小心 等于小礼物 我不能引起来 所以也一触摯摯摯摯摯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